嗨 大家好 我是白菜迪拜老师 好 今天呢 要教学的动作呢 是伸展我们的大腿后侧 还有臀部后侧肌群的动作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 啊对哦 我忘记说要开启小铃铛了 再一次再一次 在开始之前呢 记得要订阅追踪 还有开启小铃铛我们的频道哦 你没看错 这也是理财周刊 今天的我是瑜伽老师 也欢迎订阅李洲健康哦 好 我们会先坐下来哦 好 我们第一个动作呢 要先坐下来 然后呢 左脚先往内收 右脚再往内收 所以右脚会在左脚的前面 然后呢 来看一下我的脚哦 等一下我们的脚会这样子勾脚 勾脚放在我们的膝盖的正下方 然后小腿 大腿要乘于90度 所以看一下错误示范就是长这样 脚不要往内收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会导致你的骨盆很容易前傾 我们的脚小腿跟大腿90度 然后看一下我的正面 正面呢 你的脚掌如果现在是长这样的同学 请教我们的脚掌去找向膝盖 好 我看到哦 膝盖跟脚掌是平行的状态 好 我们再回到原本的位置 好 接下来呢 用我们的手拨一下我们的臀部肌群 让我们的坐骨更靠近我们的垫子 来 等一下将我们的右手是胶扣在左手上面 然后往后扣住后背肩胛夹 手会完全打直的伸长的肩膀不要耸肩下压 好 来 我们的下半身呢 一般往前的时候我们都会是头去找上地板 但这一次呢 我们要是骨盆这一块往前去靠向我们的大腿 所以呢 会长这样 吸气 吐气 骨盆会开始往前走 走到不能再走 头再这样 所以不要长这样哦 就是长这样 有看到哦 我的肚子是后弦 头先下 这是错误的动作哦 好 我们等一下手跟你的骨盆会一起往前 所以呢 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双手是胶扣 胸口停起来后背肩夹夹 吸气 吐气的时候骨盆开始往前走 往前往前抛出去 头顶去找上我们的地板的同时 手解掉 来看一下我手指尖会像弹钢琴一样点在地板上 所以你的手掌心不会碰在地板哦 停在这个位置去放松一下我们的臀部跟我们的大腿外侧的肌群 头黑的话就去点到地板 然后停留三个呼吸 起来的时候你要感觉你的脊椎像一颗一颗圆球连接在一起 速度不要快 慢慢的从尾椎 等一下的速度会更慢哦 腰椎 胸椎 最后才是颈椎 OK 没有讲到的部位是不可以启动的 所以你的没有讲到的部位都要是放松的状态 然后慢慢的将我们的身体回正 OK 好来 那我们要开始实际操作咯 来 将我们的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脚掌放在膝盖正下 小腿大腿乘于90 双手往后视交扣 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后背肩甲夹 胸腔往前带吸气 吐气 从你的骨盆往前推 推到不能再推了 头顶去找上地板 手解掉 手指尖像弹钢琴一样点在地板上 停留三个呼吸 三 二 可以的人啊 我们的骨盆再往前 手再往前走一点点 好来 等一下起来的时候 你要感觉脊椎像一颗一颗圆球连接在一起 速度不要快哦 慢慢的开始从尾椎启动尾椎 速度很慢 腰椎 胸椎 最后才是颈椎 好来 我们要换边换脚咯 将我们的两只脚打直 右脚先往内收 左脚放在右脚的下方 前面动作都一模一样 90度 脚跟勾 手拨一下臀部肌群 让我们的坐骨更靠近我们的垫子 好来 这一次将我们的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往后是遭扣或被肩甲夹 吸气 吐气开始一样 骨盆去找向大腿 再将我们的头找向地板 双手解掉 手感觉像弹钢琴一样 点在地板上停留三个呼吸 推的人骨盆再往前走 带领我们的腰下淋巴 手指尖末端 二 一 慢慢的一样从尾椎 一节接起尾椎 速度很慢 腰椎 胸椎 胸椎 最后才是颈椎 这个动作呢 你平常的时候在家里啊 记得不要在床上做 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地板啊 或是说在上面放一个瑜伽垫 或是软垫都可以去做 你也可以去一次做三组 然后右脚左脚这样子交换 然后后背式交扣 去放松一下我们大腿跟臀部外侧的肌群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咯 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